亚洲哪个国家的旅游业最先从新冠病疫复苏过来 跨国旅游基本条件是开放双边边境 重启国际航空免除降陆后强制性的半个月隔离 这全是国际信心问题 防疫抗疫做得好 确诊和死亡人数能清楚交代 打分就很高 疫情引发边境关闭快满100天了 许多亚洲国家开始部署旅游泡泡 打算对绿区的安全国家开放边境 或以商务旅客为先 散户旅客要稍等 问题是在亚洲邻国眼中 马来西亚安全性排位低级 外国认为马来西亚安全吗 看采用大数据分析系统的全球184个国家疫情复苏指数 The ranking of countries by recovery index出炉了 调查报告显示 泰国是全球疫情复苏第二块的国家 名次排在澳洲后面 在亚洲地区是排名第一 在20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 亚洲有6个国家和地区上榜 分别是泰国、香港、台湾、韩国、越南 然后才轮到马来西亚 澳洲和纽西兰抗疫有功 也是最先倡议旅游泡泡的国家 先有两个边境互相开放 跟着其他国家也有一样学样 旅游泡泡也就变成了口头才 到今天有好几个亚太平洋国家 正在计划推行旅游泡泡 日本打算优先开放给泰国、越南、澳洲、纽西兰 新加坡打算优先开放给中国、日本、韩国、越南和台国 泰国打算优先开放给中国、韩国、日本、纽西兰和越南 印尼打算优先开放给中国、韩国、日本和澳洲 马来西亚打算优先开放给六个国家 那就是新加坡、汶来、澳洲、纽西兰、日本和韩国 但我国旅游业者也要求把中国、泰国和越南包括在里面 有趣的是 新加坡、泰国、印尼打算推行旅游泡泡 马来西亚和这三个国家都有边境关卡 但我们的邻居却没对马来西亚优先处理 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我国旅游业除了传统性旅客 客源最受影响的就是医疗旅游 我国医疗旅游有六成收入 是在槟城州进藏 客源来自航程四个小时的临近国家 国际边境一日不开放 垮国旅游就难办 槟城医疗旅游就泡汤 到今天还没听到宾州政府、行政议会、州安全理事会有任何高见 展文的首席部长可能是乐得清闲 在等待中央先做决定 然后看看宾州要不要跟随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